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版麻辣烫的做法 香辣过瘾,好吃又实惠 我准备的都是家里人喜欢吃的食材 将清洗干净的食材处理一下 先把香菇撕开 手持着香菇味道吃起来会更入味 豆腐切块 豆腐皮卷起切条 蟹瓣切段 火腿切片 土豆切片 海带卷起切条 焯水洗净 血块切块 食材准备完后,准备香料 把洋葱切块 小葱拍扁卷起 再备好八角,香叶,花椒,桂皮,香菜根 蒜切碎 香菜切碎备用 热锅里倒入花生米,炒熟捣碎 继续倒入白芝麻,炒熟备用 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洋葱 葱,葱,香菜根,爆香 再倒入备好的其他香料爆香 爆香至微微放滑 加入两勺豆瓣酱翻炒 加入一些火锅底料炒香 翻炒均匀后倒入开水 盖上锅盖煮开 熬五分钟捞出调料渣 就可以下锅煮食材了 根据成熟时间不同 依次放入食材 先换宽粉 香菇 丸子内煮两分钟 再放入豆腐皮 土豆片 海带丝继续煮开 放入豆腐片 火腿片 安全档 土豆粉 切块 加入适量盐 鸡精提味 再煮两分钟 最后放入金针菇 继续煮开 加入生菜 烫一下就好了 咱们的麻辣炭就煮好了 这些不相干的食材 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最后都变成又麻又辣又鲜的美味 再上面放些许熟芝麻 放生碎 香菜 芝麻酱 一碗色香味 居家的美味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场 在家也试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发 添加关注和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